有的朋友就纳闷了 说这爷儿俩都这么厉害 要是能像陈强 陈佩斯似的 在同一个作品里边 演一个对手戏 那不得相当精彩了吗 怎么没见他们俩合作过呢 不是没机会 是葛优不敢 话说回当年 葛优演这个编辑部的故事的时候 导演赵宝刚 他就跟葛优说了 说他请你们家老爷子出山 演这个主编 这个角色怎么样 就是张同老师演的这角色 葛优一听 别别别别 千万别 我爸来 我就不来了 还有一回电视剧《黄成根》 葛优壮老先生演这个老中医 赵宝刚导演又来了 找到葛优 说怎么样 来个学吗 葛优一听 我爸在啊 想都没想 不去 说出大天来 这葛优就不出口 就不来 赵宝刚就纳闷 说这父子同台 说出去 这也算是一段佳话呀 是吧 那怎么葛优他就不干呢 其实不光赵宝刚 好些人带着剧本找这爷儿俩一起演 老爷子的人说了 说我没问题 你们能做通葛优的工作就行 大伙也是再三打听 说到底怎么回事 葛优这才说实话 说呀我呀 真是打心眼里对我们老爷子打触 没想到吧 你看 这再有成绩的演员 他也怕自己亲爹 有人就猜了 说是不是这葛老爷子在家里 他特别凶啊 厉害呀 事实上啊 葛众壮在家里边 一句重话都没说过 遇到啥事都是讲道理 从来也不逊孩子 唯一说过一回重话 那是葛优跟他爸说要当演员 葛传壮一听啥 子承父业啊 好事啊 高兴 但是转过念了一想呢 还挺担心 他怕耽误儿子的前程 为啥呀 跟陈佩思差不多 首先说在形象这一块 都不过关呢 但人家你看小陈 很活泼嘛 很外相嘛 这葛优你这个性格内向啊 用东北话说 这梗 是吧 根本他也放不开 怎么演戏呀 所以葛传壮呢 想了想 算是头一回说了一句重话 说啊 你不是这块料 葛优你看平常粘粘巴巴 不爱说话 但是心里头有主意 他就是想当这演员 先去报的北殿 这北京电视学院 后来又考这个青年艺术剧院 紧接着又个中戏又报名了 都给刷下来了 葛传壮一看儿子这么坚持啊 实在有点不到人了 得了 决定出手 帮你玩吧 他把葛优叫的跟前就说 表演这个事啊 你得观察生活 从你熟悉的地方入手 可是想一想 我最熟悉的是啥呀 喂猪 你说什么玩意儿喂猪啊 这怎么回事 葛优啊 在北京昌平农场喂过三年的猪 那猪让他喂的白胖白胖的 一说到喂猪呢 葛优来精神头了 我平常怎么喂 猪是怎么挤着抢食的 怎么怎么回事 一边说还一边比划 葛优壮就启发他 还顺带着呢 对他这个肢体呀 表达呀 这些还指导了一下 葛优就凭着这一段 喂猪这个表演 考进了全总文工团 后来葛优拍这个没完没了 大伙记着吗 有一场戏 要给吴倩怜打针 吴倩怜问的是你会吗 葛优说的 以前插队的时候给猪打过 下针要快 推针要稳 想不疼 就得快进快出 快进快出 快进